应该是会改变 他用语都会改的 其实美国用语也是非常仔细的 我想今后就是说 美国用语一定会往回缩 他是对应中国大陆秦刚 还有最近习近平 对美国重新定位 所以他在这个就等于说是 延迟上他也会一定会调整 这必然的 那就是说做法上 这就要硬实力 现在美国有没有这个实力来 那么美国美债的话 问题中国大陆手上还有8600亿美债 那么还有这个两兆6000亿的美元资产 这些部分在美国目前的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要用这个做武器的话 美国事实上会出大乱子 出大乱子 那要美国人的话 美国人就会干 可是换中国人 中国人想的比较远 而且现在美债跌得这么厉害 你卖的话也是赔本卖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我是觉得美国也是有所顾忌 美国人做事情 这个基本上那个好成本效益 算的是很清楚的 那中国大陆现在还是有很多 可以对美国使出来 让美国受很重的伤的这些工具在手上 只是中国大陆没有用而已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跨出一条线 就是在对雷神跟这个落马 这个禁止贸易跟投资 这一个部分 看执行到什么阶段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VOA的调子是把它强化 可是呢 我不认为做法有什么会 美国还有什么好强的 美国能强的都强啊 对啊 您说能用的交都用 美国现在大概能用的差不多了 不过就是说 剩下就是说 它的空间比较大的 美国完全不必付出代价了 就是台湾 就是蔡英文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 我觉得就是说 美国这一次怎么玩蔡英文 这个去美防美的部分 就有新变数 新变数 那用台湾来继续对大陆施压 对大陆挑衅 是给大陆难堪 这个是美国我觉得将来 它对中政策里面 它现在唯一比较有效 而且成本代价不高的 然后呢 最后反正是两岸 两岸之间的紧张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两边的这个 对阵的这个 延迟交锋 现在正在增高 美国这个 所以大国没大国样子 对不对 你要从一个高的格局来嘛 不过美国的媒体 本来就是很酸的 他们自己内部啊 比如说民主共和啊 那更酸 你要看Fox News 每天讲这个拜登啊 讲的这也是挺难听的 不过我觉得他里面也讲对啦 就是说 基本上啦 就是说 中国本来就是要在国际话语权 国际领导权里面 把自己的主张 能够得到落实啊 那某种程度你认为是 夺取美国的世界领导权 那从另外角度来看 就是说 世界的领导权 不应该让美国这样子的国家 所长期霸占 夺取有理嘛 对夺取有理啊 你现在大家 你像这些 沙特好伊朗 他们会 他们如果希望美国出来 做秩序做世界领导权的话 他会把这个两国 好啊本来就有点意见的事 让中国 站在这个中间吗 给中国这么高的国际地位吗 让美国现在酸成这个样子 对啊 那人家也愿意啊 愿意的话如果是 要让中国在国际 世界的领导权 希望中国扮演一个好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话 那 这个沙奴地跟伊朗 就是有意要成全 要这样造成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美国过去扮演这个角色 让大家受苦受难嘛 对我觉得这也很正常的啊 而且也很好笑 就是说 为什么你说沙特伊朗 他们正好要恢复邦交了 所以中国抓了这机会 那为什么不是你美国 抓紧这机会呢 因为美国是基本上 美国在中东的策略 是把这两个国家 把它啊 运用它的矛盾 叫它 叫它永久化 他们之间的矛盾跟战争 这是美国的目的 所以 基本上 美国绝对不会扮演 中国大陆今天扮演角色 另外他提到说 这个 这个习近平要塑造自己成为 这个 世界提升自己在 作为一个全球政治家的形象 会不会成为全球政治家 中国现在的影响力跟地位 本来就是一个全球性国家 那全球性国家的 这个主席 当然是全球性 这个政治家 对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 不需要再去借这个机会 再往上衬托了 本来习近平 今天 很多事就是他说了算了 那你为什么拜登每天要找习近平讲话呢 对不对 他因为中间习近平是一个世界级的政治人物 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 越来感觉小家子气 然后呢气度气小量浅 亏他还有这么大的国土 他这个 其实他用这个一个 一个危险跟一个 一个挑战 这个差别太大了 差别太大了 挑战的话真的很中性 对 不过美国现在的整个作为 就是要把盟邦全部动员起来 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变成台湾 原来是美国 有关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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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 他现在跟美国所有的这些盟邦 最新民邦 他都把台湾的因素 让他们强迫接受 不过我看了一下 他在里面五次提到台湾 他整个的论述 完全没有拖出欧盟传统对台湾问题的论述 欧盟有一个叫共同安全及对外政策的一个 statement 他有一个讲到台湾的话就是标准答案 那么他是期盼双方台湾双方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旗见 然后呢反对任何一方单方的所谓的强迫 就是强迫的措施来改变现状 强制性来改变现状 他讲的就是这个 换了几个名词而已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欧盟的这个 欧盟有关台海问题的基本立场 30年了就是这个立场 你去看就是这个立场 没有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纯粹是应谋 应美国在背后的这个施压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顾及这个 所谓的这个美英特殊关系 对不对 美国这个英国人的后代 现在做盟主嘛 当老大怎么样捧他一下场 这英国的一贯政策啦 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英国现在本身的 内忧外算很严重 经济情况也很糟糕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英国的可能他 今天六七月吧 可能苏格兰的问题就要浮上台面了 所以经济情况又非常的坏 对 经济情况又非常的坏 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些 怎么讲呢 就lip service 就是嘴巴讲讲 嘴巴的一些口慧 给美国的口慧 你不能看出来还有什么 巨大的转环 那澳洲跟英国谈 三年前就跟英国说 你们能不能派你的英国的军舰 藏住我澳洲 最后只派一艘相当破烂的军舰 因为这个要花钱的 最后一定是讲谁出钱 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不是美国在亚太搞了一个大军演吗 把这欧洲的这些海军都调过来了吗 法国也来了 德国也来了 英国也来了 记不记得呢 英国那个漏水的那一艘航空母舰 对不对 边走边漏水 所以呢 英国没有这个力量 没有这个力量 刚刚讲那个核子潜艇的话 你知道美国有多少艘核子潜艇 将近70艘 你70艘核子潜艇在大国 核动力潜艇 你那增加那个3艘到5艘 有什么搞头 完全没有任何 我认为在军事上意义是零 今天美国的民航股大跌 一直在跌 对不对 那这个现在那个SUV 它的股东 现在要集体来告这个SUV 对 因为它这个是上市公司 它除了存款人 它还有投资人 这些投资人的话 现在要告SUV 所以这个你止不住血的话 每一个都是SUV的话 美国就垮掉了 美国就垮掉了 那事实上的话 这个目前啊 你说大家都去排队啊 现在加拿大有一家公司 事实上在SUV 存了大概5100万 5100万美金了 不到1亿 它能够从加拿大跑过来领嘛 对不对 它过去它是用这个 e-commerce e-banking 在线上领 领不到啊 对不对 中国大陆有二十几家厂 二十几个公司在里面存钱啊 它怎么领啊 法国有一家公司 大概是1200万美金 现在事实上 它这个银行还欠了多少 我算了一下 大概还欠1300亿的存款 钱 存户大概 它一共有 还有1300亿的 美金没领出来 因为它本来的存款是1700多亿嘛 它资产是2090亿 它有1700多亿 那当天不是被挤兑了420亿嘛 对不对 所以它现在还有1300亿存款 那现在说是可以去领 那这些所谓的这种机构的存户 有的都是2000万美金 或1000万美金的这个 那是不是都可以领得到呢 很多是新创公司 有一家新创公司 大概也是5000万美金左右的存款 那问题说 它现在每天它的财务长说 我们好多支票现在要跳了 对不对 那我的员工薪水我发不出来 现在怎么办呢 它现在可能要1000万美金 你能够让它领1000万美金吗 这个现况我们并不太清楚 那不过就是说拜登这个 他的做法跟上一次 美国的次贷危机 2008年的时候 他做法不一样 他现在他说我只针对存款人 你什么钱都在 现在还没想到这个 他的投资人有问题 现在这个持股的人 他的股票现在停止交易了 到底值多少钱 他原来最高的时候280块一股 后来最后那天 那天停止交易那天 熔断好几次 最后跌在106 可是呢 是不是就停在那个价位呢 他这个公司将来被收购 被什么被国有化 不知道将来的股票值多少钱 所以他们现在就已经提告了 那提告的话 问题很复杂 当时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的时候 美国的财政部长是真正的银行专家 叫Henry Pawson 大个子 大概应该记得 他原来是什么工作 你知道吗 他原来是Goldman Sachs的董事长 他为了要炫服 因为他是属于共和党 当时民主党掌握众议员 他碰到那时候众议长 他给他单期下跪 他说对不起 请你支持我 那个7000亿美元的 救银行体系的那个钱 最后呢 他是怎么解决 他是把源头堵住 不让你银行垮 你银行只要垮了 对不起 你现在这个拜登这个讲法 他不晓得 你现在存户拿不到 然后投资者又来告 然后呢 银行之间有很多拆借 那一个一个倒 你现在你相信美国这个 上万家银行 只有这一家SUV 他是因为 他的所谓的 是拿长期的美国公债 造成短期流动性 这个断绝会倒 美国还有多少银行 可能跟他的状况一样 也是拿了很多 买了很多美国公债 对不对 十年期的 现在卖不出去 那将来同样状况 倒十个 现在 昨天我们还有十个 今天不是又倒了一个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不能够 找出一个很有很快 很有效的方式 堵住这个源头 银行不要倒 银行的信用 政府国家给他担保 给他撑住的话 只要倒一家银行 这家银行 就衍生出来的问题 就是一连串骨牌 然后呢 这些再领不到钱 再出一大的问题 我跟你讲 美国很多银行 都会发生几对现象 美国在 大陆在美国的熊猫 不只是那一只 还有其他几个动物园也有 我记得华盛顿动物园也有 所以要慎防美国 迁怒于中国的熊猫 现在这鸭鸭已经搞成这样 其实应该所有熊猫 都带送回去了 对 我记得华盛顿的那个 美国华盛顿DC的公园 也有熊猫 对 美国人是 怎么讲呢 做法很幼稚的 他出气 找动物出气 对不对 那这个 你不要小看他们这种 这种迁怒的 他们 以前 美国历史干这种事 是干很多的 干很多的 这个一翻脸 就变成 炸锅子炸碗 那打猫打狗的 现在有只熊猫 在他手里 他就给你 他就给你虐待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中国大陆应该把它 诉诸于国际社会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对 这个不是 这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问题 对 怎么可以这样虐待动物 美国人不是爱动物吗 那大家 大家来评评理 美国政府要给个说法 这怎么回事嘛 是 对啊 要不然这个问题 我觉得太不文明了 这个不能轻易 轻易就让他这样过去 不是只是接回去的 要为什么会产生这个 中国大陆要派这个 一个专业的团体到美国去 当之双方 诸介这个 这个介这个熊猫 他都是有契约的 依照契约 大陆要派这个兽医啊 什么要去大陆去检查 去美国 这个要在做国际媒体上 要让大家都要知道 拼拼理 对 怎么会去虐待动物呢 两国相争啊 不差来死 猫熊是无辜的 对啊 怎么会虐待猫熊呢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啊 这个应该好 不要当小事败 要弄得清清楚楚的 是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他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